清朝末年 饱受内忧外患 西方列强在中华土地上施以妄为 封建统治者散虐无能 国家受辱 百姓蒙难 正当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艰难之制 由孙中山 王兴为代表的一众革命线区 高举振兴中华的旗次 前赴后继举行起义 用生命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 最后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令中华民族走向共和 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社质 百姓仍然活在水深火热 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尋求民族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 令各种新思想新主义 传入中国 其中以陈独秀 李大超创立的共产党 开启另一线革命大门 现在就带大家走入六位革命先驱的故事 一起感受他们如何为国家 为民族奉献青春 热血 甚至生命 反清革命先列 杨游 杨渠运 由邓英文声言 1894年 孙中山在澹香山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革命团体 轻忠会 而在香港也有一位人物 在反清革命初期 和孙中山并肩作战 他创立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文社组织 富人民社 之后和孙中山创立的轻忠会合拼 成为轻忠总会 他还担任了第一任会长 可以说是推动反清风气的先驱 成为当时香港 和国内其他城市的革命党人 沟通的桥梁 他就是杨渠运 欢迎杨渠运 你可以说是香港第一批提倡革命的人 为什么会萌生这样的想法 大家好 那我就要由我十四岁的时候讲起 原本我打算去船厂打工 结果因为意外断了三只手指 于是我就转去学英文 那时候识英文的 可以说都是知识分子 在我大约三十岁的时候 就组织了这帮自同道合的朋友 讨论中国的形势 抨击清朝的腐败 慢慢就萌生了革命这个想法 还成立了后来 轻忠总会的前身 即是富人文社 说起轻忠总会 就不可以不提孙中山 其实你们当初是怎么识的 当时我这个富人文社 可以说是集结了香港的精英 当中就有人称四大扣之一的尤烈 他就介绍了他的好朋友 当时还是读西医书院的孙中山 给我认识 我们聊聊就想 所谓人多好办事 不如就将他的轻忠会 和我的富人文社合并 就成立了轻忠总会 那时候就真真正正开始 去筹备我们的革命活动了 听说你还做了会长 那你们第一次的革命又搞成如何 唉 可以说是完全失败 做了会长之后 我和孙中山很快就搞第一次广州起义 原本就计划联合革命分子 加上准备好的军火攻占广州 可惜消息泄露了 清兵早已经有所防范 同志六号东还被捕处死 而当时的香港政府 因为清政府的压力 逼我和孙中山离开 五年不准回来 那我们就利用这五年 在其他国家成立了轻忠会的分部了 哦 怪不得看回历史 孙中山在革命初期 每天都在海外办事 原来部分原因是被人通缉 不准回来 那之后呢 你还有没有回到香港 我在1900年 从日本回到香港 随即就发动违州起义 想不到 那次会是我最后的一次 中山 想不到我们的轻忠会今时今日 连海上都有分部 在这艘艇仔那里开会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是海风的风 云哥 这五年 我们四处漂泊 我去了欧洲 你就去了新加坡 南非 再到日本 搭船都搭惯了 说这么快就五年 原本觉得被逼要离开香港 对我们革命发展是一件坏事 啊 想不到 反而令我们 扩大了轻忠会 在海外的影响力 现在世界各地 都有我们的分部 反清革命 已经成为全世界中国人的共同目标了 还要多得我们的清政府 至今堕落 长期跡弱 连民众都看不过眼 才会有这么多革命分子加入我们 中山 今次八国联军之役 国家的土地和财产 再次被外国人强奖 不过 也是我们革命的好时机 慈禧和光碎 已经被走京城 现在群龙无首 如果我们在广州这边起义 说不定 可以杀清朝一个操守不及 我绝对同意 那 就等我去日本 筹备一下 起义的人手和军火 云哥 香港人 誓要攻占维州 好 我们香港 随时要做好后援的准备 祝大家好运 不 赵士良在厦门遭到清兵追击 战方如何 幸好喜义队伍士气高额 清军未能对我们造成严重损伤 咦 那就继续下去 等日本军的援助到时屡应外合一起殲灭清兵 不 郑士良一口气占据三周田 革命党人 学生 甚至村民 都加入了慧州起义 二军 已经由六百人迅速增至二万人 太好了 全令慧州起义继续推行 我们香港这边继续供应物资 还有没有军火可以支援上去 杨子辉 孙会长好像说菲律宾军队 有大量的枪械和弹药放在日本 他们愿意给我们 用来帮助今次的起义 有这批军火加上这么多异军 今次的起义一定会成功 为什么日本那边这么久都没有消息 不 日本那边传来消息 哇 说什么 说吧 有人撕吞军费 这些军火全部不能用 那 郑士良他们 刚刚孙会长传来电报 说和台湾总督以玉元太郎谈好 只要起义 能够在广东和厦门引起混乱 日本就可以由台湾出兵 帮忙反正 好 如果有日本出兵 就可以扭转这个局面 但求郑士良他们坚持得住 台湾那边说 不会出兵 杨子辉 豈有此理 这帮日本人都不知道是不是靠海 一时就说有人撕吞军费 一时就说政治问题 不会出兵 如果不是相信他们 我就不会让郑士良他们继续冒险 现在死了这么多同伴 是我的错 指挥 那我们还继续吗 这场起义 没有了军火 只会死路一条 叫郑士良解散移军 这场维州起义 驚意失败 遵命 不过 我不会让这次起义的努力白白浪费 趁清政府注意力 还在围冬的时候 我们改为暗杀行动 全令市监狱 用炸药炸毁两广总督府 直取狗伴德寿人头 直取狗伴德寿人头 报 怎么样 成不成功 市监狱顺利引爆炸药 但是炸不死德寿 反而被捕处死 难道 我真的一点事都做不到 而且市监狱的供词 还看到你的指挥 不如你快点离开香港吧 我之前已经离开香港够久了 现在有家室 我不会让他们过一些流浪的生活 乖儿子 你乖 爸爸要准备待会儿补习的东西 你这个哭爆炸药 为什么学生这么久都还没来呢 到了 儿子 听爸爸说 不要走出来 他运 为什么黑了 什么事 老婆 他运 他运 虽然老婆即刻送我去西盈盘国家医院抢救 但是 在第二天 我还是支持不住 活不到四十岁 幸好 在临终的时候 我还有时间交代为言 和把我事如珍宝的金标 留给家人 那不用问 这次暗杀行动 是清朝特意派人来香港行事的了 能够令他们这么大费周章安排杀手 无非都是因为你 在香港对于推动革命 实在太有影响力了 杀了你 可以说是消除他们的眼中钉 哈哈哈哈 那时清政府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死了之后 我的好朋友 借钻泰就帮我处理身后事 因为怕被蜻蜓挖坟 又怕他们会透过我的墓碑 可以找到我的家人 斩草除根 于是他就立了一块无字碑 黑着清天白日图案 和编号六三四八 我知道 还有一条断了的柱 代表你死于非命 虽然这块墓碑 没了你的名 但是你在革命的历史当中 已经深深刻了你的名 就好像已故近代历史学家 唐德纲就说过 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 应该从杨渠运开始写起 作为代表香港 比孙中山更早推动革命的先列 没有你可能就没有将来的革命成功 多谢你杨渠运